这天我正常下班回家,和往常家里热闹温馨的氛围不同,公婆、老公低头坐在桌边,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个孕妇。 这是谁?我问道。老公抬头和我对视一眼,又连忙垂下头,表情心虚。 一旁的公公长叹一声,忽然抄起拖鞋朝他儿子砸去,边打边骂着,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我邻家的脸要被你丢光了。 婆婆一拍大腿,忙去拉劝,可消停点吧,左邻右舍都竖着耳朵在听啊。 我下意识看向沙发上的女人,女人见我看她,翻了个白眼,继续刷手机。 此情此景,饶氏我在迟钝也立刻明白了,我老公出轨了沙发上的女人,她们还有了孩子。 爸,您别打了。 我出声制止了眼前的闹剧,他们三人又重新变回原样,低头坐着。 您有什么打算?我问老公林涛。 林涛烦躁地抓了把头发,七七爱爱道,我也不知道,主要丽娟的肚子月份大了,需要人照顾,我,我。 我不再问她什么,只让她带丽娟去客房休息。 安置好丽娟,我们一家人又重新回到客厅。 婆婆叹了口气,拉着我的手满脸歉意,嬉嬉你放心,妈只认你这一个媳妇,只是。 这女人虽然可恶,但肚子里的孩子却是无辜的。 无辜?可这场闹剧里谁又是有辜的呢? 你看啊,妈是这样想的,这女人妈是绝不会认的,到时花点钱打发了。 正巧你和林涛结婚两年没有孩子,这孩子生下来认你做妈,你也没压力了,这样好不好? 婆婆想得这么周到,哪有不答应的道理,我乖巧地点点头,都听您的。 就这样,杨丽娟在我家住了下来,为了应付邻居的关心,婆婆对外称她是自己的遗旨女。 杨丽娟还算安分,每日吃完饭就回房,对我公婆态度客气,对我却不理不睬。 但我并不介意,我像往常一样,每日清早给全家做早饭,给老公准备带去单位的午饭。 有时,老公会感激地抱住我对我说谢谢,然后我再温柔地嘱咐她路上小心。 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而改变,但那个人并不乐见于此。 杨丽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间越来越长,晚饭后,还会拉着林涛陪她散步。 这样一来,邻居们的好奇心可按捺不住了,毕竟哪有侄女在姨妈家待产,还总是拉着表兄一起散步的。 叶熙,不是阿姨多嘴,我和你婆婆几十年邻居。 没听说她有一侄女,那女的一看样子就是外地人,你要当点心。 隔壁的王阿姨悄悄对我说,我笑着解释道, 我婆婆有个小妹妹,早年嫁去外省,这个真是一侄女。 王阿姨撇撇嘴,意味深长道,你呀,别被卖了还给人数前优。 我眨了眨眼,同样意味深长道,您放宽心,等着瞧吧。 上班的时候,我妈也打来电话,一上来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一边感慨农村八卦的传播神速,一边将事情原委告诉她。 林涛居然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他们一家都不是好东西,心这么黑,居然让个贱女人住到家里。 你还帮他们瞒着做什么,直接闹大,离婚? 反正丢脸的是她家。 我妈喋喋不休地骂着,全然忘了当初逼我回老家相亲时说的话, 我给你像的这户人家都是老实人。 上次的检查报告出来了,是我不能生育,我忽然说道。 说完这话后,电话那头就安静了,过了一会儿, 听到我妈压低声音道,他们家知道吗? 那女的都怀孕了,你说呢? 我回答。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过了会儿传来嘟嘟的盲音。 我愣神片刻,将手机放回口袋,转身回办公室。 第二日是周末,我妈一大清早提着一条鱼来我婆家。 林涛忙从我妈手里接过鱼,笑着说今天自己下厨, 让大家尝尝她的手艺。 我妈满意地道,林涛真懂事。 婆婆笑着回应,以前懒得很, 娶了嘻嘻后才知道体贴人。 两人和往常一样,有说有笑。 这时,杨丽娟挺着个大肚子走下来, 她嘴角擒着冷笑,静止走进厨房。 场面瞬间冷了下来,婆婆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我将一个包好的橘子递给我妈, 刚买的蜜橘可甜了,快尝尝。 是啊,亲家母,尝尝,婆婆也顺手拿起一个。 我妈接过橘子,又恢复了之前的笑容, 便吃橘子便压低声音道, 这外地人就是野蛮得很。 我昨天在短视频里刷到, 一个外地媳妇因为和婆婆吵架, 就把婆婆给杀了。 嘖嘖,你说这还得了。 她说着便把那条短视频推送给我婆婆, 还催促她看看,婆婆打开手机看完那条短视频, 没有说话。 这时,林涛端出她做的酸菜鱼招呼大家吃饭, 原本都是在房间吃饭的杨丽娟也坐到了林涛的左手边。 一顿饭吃完, 我妈借口将我拉到卫生间里, 手指戳着我的脑袋。 低声呵斥道, 你个没脑子的东西, 居然让那女的上桌吃饭。 我婆无奈地掰开她的手, 委屈道, 我能怎么办? 我妈跺着脚, 恨恨道, 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你怎么就不能生呢? 改名去大医院看看, 可以坐室管, 没钱就和妈说。 但有一点, 绝不能让林家拿这个理由离婚, 否则我和你爸就不要做人了, 知道吗? 我点点头, 知道了, 绝不让咱们夜家丢人。 我妈这才叹了口气准备回家, 临走前不忘叮嘱, 我要看紧林涛的钱, 别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地各管各的了。 在金钱上各管各的事, 我和林涛婚前就约定好的, 结婚这些年, 我们都很好地遵守了这个约定, 所以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打破它, 尽管随着杨丽娟的肚子变大, 需要林涛带着去产检, 还要时常买些代产的物品回来。 杨丽娟在这个家活动的痕迹 也随之变多, 她不再躲开我, 甚至还会在我做家务时, 磕着瓜子和我聊天。 姐, 你这副模样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请来服侍我的保姆呢? 她说, 我继续手里的是, 答, 你住在我家,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她扯嘴笑了笑, 林涛说了, 等我生了就不用麻烦你了。 不会生蛋的鸡留在家里, 只会浪费粮食, 你说是不是? 我也笑了笑眉再理会她, 只和往常一样, 做着我该做的事, 孝顺公婆, 伺候老公, 邻居阿姨一如既往地夸我懂事, 公婆也一如既往地眉开眼笑。 所有人都开心, 只有杨丽娟的脸越来越黑。 这天我刚下班回家, 就感觉到沉闷的氛围, 客厅一片狼藉, 二楼客房里传来隐约的争吵声, 公婆呆坐在沙发上, 表情严肃。 妈, 这是怎么了? 我问。 公公冷哼一声道, 还能怎么了? 赵氏撒泼呗, 我就说外地女人要不得, 你们还。 婆婆连忙拉了拉公公的衣袖, 打断她的话, 公公甩开她的手, 回到自己房间。 我让婆婆也去休息, 自己留下来收拾凌乱的客厅。 这一夜, 林涛早早就回了房, 我们躺在床上, 她从我背后拥住我, 将头埋在我的井边, 喃喃道, 希希, 你真好。 我也回身拥住她, 凝视着黑暗, 柔声宽慰, 都会过去的。 接下来的几天, 杨丽娟也不再忍耐, 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 随着御产期的接近, 她每天除了散步, 做促产的运动, 就是指挥林涛和我公婆干着干那, 顺便巡视挑我的毛病。 林涛被折腾得不轻, 这些天都是愁眉不展, 我就让她和朋友出去喝喝酒放松下。 其实林涛每个月都会和朋友外出聚会, 为了不被公婆说教, 我都以她加班为借口, 帮她搪塞过去。 这次公婆也很习惯地接受了林涛, 因为加班夜不归宿, 但忽然发动的杨丽娟却令大家始料不及。 杨丽娟并不是自然发动, 而是洗澡时不慎滑倒, 撞到了肚子, 顿时疼痛不已。 一直以来为了避免避免遇到熟人, 林涛都是带杨丽娟去林县的医院产检的, 生产也同样约了那家医院, 路上花了近一个小时, 等到那时杨丽娟已经见红了。 杨丽娟躺在病床上挂着催产素, 疼得哇哇大哭, 嘴里一直叫着林涛的名字。 我给林涛打了数个电话, 都没人接。 直到半夜, 电话终于拨通, 那头传来一道冷淡的男生, 林涛的家属吗? 他涉嫌嫖娟被抓, 请到县派出所来一趟。 嫖娟, 我惊叫出来, 不等我细问那头, 就挂了电话。 嘻嘻, 怎么了? 谁嫖娟, 公婆凑过来问我。 我默然地看向他们, 林涛在县派出所, 那边让我去一趟。 公婆亮呛了两步, 显然难以置信, 等回过神来。 婆婆连忙拉上床帘, 挡住其他人探究的目光, 慌张地问我该怎么办。 我让他们留在医院陪着杨丽娟, 怕他们忙不过来, 还请了个护工帮助他们, 然后一个人打车去了县派出所。 到了那儿, 我才了解到原来林涛昨晚和朋友在县城一家夜总会找小姐。 好巧不巧, 派出所接到热心市民的举报电话去查那家夜总会, 将他们都带了过来。 派出所里陆续有家属过来保人, 有人黑着脸一言不发, 也有人哭天腔地在叫骂。 我坐在办事大厅的椅子上, 静静地看着一幕幕闹局, 西西, 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 回过头去, 公婆竟然找来了。 你们怎么来了? 杨丽娟怎么样? 我问。 公公甩甩手, 一时半会儿生不了, 再说有护工看着, 不会有事的。 西西, 林涛呢? 怎么这么久还没好? 婆婆焦急地问道。 我拉着他们坐下, 解释道, 他们还要走手续, 待会儿交了保时金就能走了。 忙活了一晚, 第二天凌晨, 终于见到了林涛, 她蓬头垢面, 一脸疲惫。 婆婆心疼地围过去地水地吃的, 公公看着儿子狼土虎咽的样子, 深深叹了口气。 忙完这边, 我们一家人又急忙赶去医院。 刚要进病房, 迎面飞来一个东西砸在林涛头上。 林涛捂着额头看清地上的保温筒, 指着杨丽娟吼道, 你他妈又发什么疯? 不要脸的死渣男, 老娘疼得要死要活, 你居然出去找小姐, 见男人。 把我和儿子丢在这里不管死活, 一家人都不是好东西, 杨丽娟不甘示弱, 骂着骂着又哭了起来。 我孙子呢, 婆婆听她提到孩子, 忙慢。 杨丽娟婴婴地哭着不说话, 隔壁床的产妇帮忙解释道, 你儿媳妇难产, 产成长再加上胎儿, 本来就齐带绕井, 孩子生下来重度缺氧, 送去抢救了。 什么? 婆婆捂着胸口, 对杨丽娟道, 你这孩子, 怎么不让护工给我们打电话呢? 人家跑了, 让他干点, 活他就生气不干了。 杨丽娟说, 婆婆皱眉看向我, 嘻嘻, 你找的什么人呀? 太不靠谱了。 阿姨, 我真是看不下去, 隔壁床的产妇道, 你儿子不懂事, 老婆都要生了, 还出去惹事, 你女儿好心请护工, 帮你们, 你们自己把儿媳妇丢给护工跑了, 现在不怨儿子, 不怨自己, 反倒怨女儿。 什么德行? 女儿, 我看向婆婆, 婆婆避开我,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末了用力拉起床帘, 呵斥身旁的儿子, 你还处着干嘛? 快去看看孩子啊。 孩子由于缺养, 虽然抢救过来, 但还要在新生儿科住院两周, 杨丽娟先出院回家坐月子了。 这段时间, 因为我妈身体不舒服, 我就住在娘家照顾她。 没几天, 林涛也跑来了, 她顶着两个黑眼圈, 说要和我一起照顾我妈, 我当然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 只是刚让她睡了一晚整觉, 就接到了夺命连环电话, 是她爸打来了, 说杨丽娟要打她妈。 我和林涛急忙赶回去, 原来两人给孩子患尿不识时, 发生了争执, 婆婆推了杨丽娟一把。 这一推又是一阵鸡飞狗跳, 杨丽娟骂林涛是欺骗感情的渣男, 骂公婆黑心眼, 绿茶婊, 骂我站着毛坑不拉屎, 害她儿子上不了林家户口。 晚上, 我沉默地坐在床头, 看着同样沉默着一直在抽烟的林涛。 林涛, 我们离婚吧, 你和杨丽娟结婚, 给孩子把户口上了, 我说。 林涛丢掉烟头, 坐过来抓着我的手。 希希, 你那么好事, 我对不起你。 你放心, 我不会再辜负你了, 我打算先和你假离婚, 把财产转到你名下, 然后和杨丽娟结婚, 把儿子户口上了, 再和她离婚, 让她滚蛋。 之后我们就复婚, 反正有儿子了, 你不能生也没关系, 你愿意帮我吗? 我侧身抱住她, 回答, 我愿意, 只是, 你的财产还是让婆婆保管吧。 林涛有些不自然地咳了咳, 你忘了, 我还有个姐姐呢? 是了, 林涛不是独生子, 她还有个嫁到外省的姐姐, 几年才回来一次。 林涛这次说干就干, 我看着银行卡上多出来的数字, 吓了一跳。 我爷爷在镇上的老房子拆迁了, 那房子是爷爷留给我的, 所以赔偿款都给了我。 本来是要告诉你的, 但一直没空, 你别介意, 林涛向我解释道。 我点点头没有再细问, 很快和林涛办理了离婚, 之后便一直住在我爸妈家。 我妈以为我被净身出户赶出来的, 直骂我没出息, 丢了叶家的脸, 让他们劳两口抬不起头。 我爸叹了口气, 早知如此, 当初就不逼他回老家, 我们跟着他去城里定居, 周围谁都不认识谁, 也不用听闲话。 杨丽娟如愿和林涛结了婚, 但他们的日子却没有变好。 杨丽娟的儿子三个月体检时, 被确诊中度脑瘫, 怀疑是出生缺氧引起的, 他把所有的错都算在林涛和他父母头上, 一家人几乎每天都在争吵。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与我无关, 我依旧过着我的生活, 还请了一周的假去省会南州市旅游散心。 等我从南州回来时, 却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林涛杀了人, 他把杨丽娟活活打死了。 我再次见到他时, 已经是一个多月后, 林涛剔了平头, 穿着蓝色的球服坐在玻璃的那面。 当他看到我时, 原本死记的眼里又燃出希望, 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 希希, 你救救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他杀人证据确凿, 依神已经被判了死刑。 我很同情他, 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用我给你的钱去找最好的律师, 再去通通关系, 肯定有办法的他急到, 只要不是死刑, 哪怕无期, 我也可以通过好好表现来争取减刑。 等我出来了就和你复婚, 我们再也不分开。 看他言之凿凿的样子, 好像马上就能脱罪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 那笔钱被花掉了, 我已经没钱了。 那是我的钱, 你怎么能用? 他瞪着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提醒他, 所有的财产在那时就已经分割好了。 既然是给我的钱, 我想用就用。 他愣了一会儿, 忽然站起来, 叶替, 你因我。 我笑了。 我处处为你们家着想, 怎么会因你呢? 是你, 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 他忽然站起来, 垂打面前的玻璃, 不断咒骂着。 我要告诉我爸妈, 让他们天天找你闹, 你休想好过。 看守的玉璃过来制止他, 粗暴地将他拉走。 看着他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笑着用唇语将一直以来都想说的话告诉他, 你是个大傻逼。 看守所外, 明媚的阳光笼罩着大地, 让人心生愉悦。 我拿出手机, 里面有条未读信息, 是我研究生导师发来的邀请信, 邀请我加入他在南州市的个人工作室。 我回复他, 我会准时报道, 然后我退出了消息界面, 进入相册, 点开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个女人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按在地上, 第三个人一拳一拳砸向女人的头。 我点击右上方的分享按钮, 将视频发送给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同学。 那三个人谁都别想逃。 我叫叶熙, 是南州大学心理系的研究生。 从小我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乖巧听话, 成绩优异, 爸妈带着我, 走到哪儿都是趾高气扬的。 考大学时, 我成功考入了985高校南州大学, 学习心理学, 并且直接保研了本校。 毕业前夕, 我的研究生导师准备自己开工作室, 并邀请我加入, 就在我欣然打算签offer前接到我妈的电话。 嘻嘻, 爸爸妈妈托人在老家县城帮你找了份工作, 老牌国企, 工作稳定又不累。 我当然不同意, 我有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梦想, 但父母似乎并不能理解。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培养成高材生, 你就这样丢下我和你爸, 一个人在城里逍遥, 我妈怒道, 没有不管你和爸爸, 你们可以来城里和我一起生活, 我解释。 在省城我和你爸人生地不熟, 还得改说傲口的普通话, 爸妈半辈子都生活在老家, 你怎么忍心让我们一把年纪背井离乡? 一通电话不欢而散, 不管我怎么解释, 他们都不能接受我的决定, 甚至最后怒骂我是自私的白眼狼。 自私的白眼狼, 真是没想到一向在他们口中乖巧优秀的我, 竟然在毕业之际, 一下变向了另一个极端。 真的是我变了吗? 这个问题没来得及让我思考太久, 我便接到大姨的电话。 嘻嘻, 你妈忽然晕倒, 你赶紧回来。 我赶回去的时候, 妈妈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 我爸、 大姨、 小舅、 大伯、 姑妈围了一圈。 爸妈生我的气, 不愿意理我。 大姨便主动充当和事佬。 嘻嘻, 医生说你妈是轻度脑梗, 你可不能再气她了。 我走到病床前, 轻患了声, 妈妈。 妈妈看了我一眼, 别过脸道, 别叫我妈, 你不是都不要我们了吗? 坐在一旁的姑妈接着说, 嘻嘻, 你是独生女, 爸妈辛苦把你养大, 你也要知恩图报, 他们年纪大了, 养老就指望你了, 你不能光想着自己。 是啊, 嘻嘻大伯继续道, 你妈这次生病, 还是邻居家儿子 帮忙送医院的, 不然还不知道会怎样。 哎, 造孽, 就连念过大学的小舅也说, 俗话说得好, 双亲再不远行。 嘻嘻, 你还是回老家工作吧。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被这么多人指责, 一股前所未有的难堪 在身体里蔓延开, 让我无所适从。 在这股茫然中, 我听话地去了爸妈 给我安排好的单位, 顺从地和他们喜欢的 老实人相亲。 爸妈口中的这个老实的年轻人 叫林涛, 和我在一个单位, 是生产线的高级工程师。 林涛长得白净斯文, 初见他时, 彬彬有礼, 是长辈们喜欢的类型。 我们约会, 见家长, 然后结婚。 一切顺理成章。 婚礼上。 爸妈高兴地和亲朋好友喝酒, 享受着他们的恭维新鲜, 我又变回了他们口中的乖乖女, 一切都很美满。 婚后, 我按照父母的嘱咐, 孝顺公婆, 关心老公。 邻居们都对我赞赏 有家, 公婆也对我很满意。 唯一美中不足的事, 是我结婚两年来, 却迟迟没有怀孕。 爸妈公婆都很着急, 因为总有好事的邻居追问, 他们都丢不起这个人。 我和林涛商量了一下, 决定悄悄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竟是因为我双侧书栏管堵塞。 其实书栏管堵塞并非完全不孕, 可当林涛问我检查结果时, 我鬼使神差地说了句,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他沉默半晌后宽慰了我几句, 神情却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 其实, 我并非不想生育, 而是心中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 想趁这个机会消停一段时间。 但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的公婆却显然等不及了。 这天, 我因为身体不适请了假提前下班, 公婆的卧室传来交谈声, 还有林涛的声音。 林涛最近总是请假, 问他, 就含糊地搪塞过去, 现在看来这个家里有些不能让我知道的事。 我悄悄靠近他们的房间, 屋里传来我公公的声音, 真是倒霉, 你怎么娶了个不会下蛋的媳妇? 我们林家不能断后。 林涛, 你马上和叶熙离婚。 没等林涛回答, 婆婆的声音又传来, 你是不是傻? 你爸镇上的老房子刚拆迁, 这房子在林涛名下, 现在闹离婚, 万一被他家知晓, 不是要分走一半。 再说, 他刚查出来不孕, 咱家就和他离婚, 传出去有损咱家的名声, 不利于儿子再婚。 那绝对不行, 林涛的声音传出来, 我和叶熙财务分开, 他不清楚, 我手头有多少钱,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拆迁的事。 这就是我的婆家, 短短的一段对话, 已将我弃之毙履, 我默默退出来, 回到我自己娘家。 爸妈正在做晚饭, 看见我回来有些吃惊, 问道, 这个点你怎么回来了? 林涛呢? 我扯了扯嘴角, 应付道, 他要加班, 公婆走亲戚, 我就回来了。 妈妈点头让我坐下吃饭, 口中不忘嘱咐道, 在娘家可以吃现成的, 在婆家可得勤快些, 千万不能让人有机会说闲话。 不过妈给你找的婆家是老实人家, 也掀不了什么大浪, 你看听爸妈的话, 回老家工作结婚多好, 你大姨他们都羡慕你呢。 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让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场笑话, 我抬头看着仍旧滔滔不绝说着话的爸妈。 或许在有些父母的眼中, 子女就是他们人生的装饰品, 一旦和他们的意愿相悖, 便是子女忘恩负义, 因为他们的付出需要得到回报。 那我的人生呢? 难道我真的要这么浑浑噩噩, 任人摆布地过下半生吗? 当然不行。 吃完饭, 我如常回到婆家, 老公和公婆也表现得一如既往, 丝毫看不出他们两个小时前精明算计的模样。 之后的几天, 他们表面虽然装得好, 但细微处仍能看出端倪。 林涛不再频繁请假, 而是下班后和朋友外出聚餐, 潇洒自艺的模样, 想来那笔拆迁款到账了。 林涛时常用加班做借口和朋友去聚餐, 他以为自己做得隐秘, 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同在一个单位, 尽管分属不同的部门, 早就有人将八卦传到我耳朵里, 所谓聚餐, 实则是他们几个狐朋狗友, 狐吃海喝找小姐去的。 但我丝毫不在意, 倒是希望这把火能烧得更旺盛。 林涛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没几天, 就有别的部门的小姐妹找我闲聊, 我最近看到你老公和产县一小姑娘打得火热, 你要注意些。 我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产县小姑娘的底细, 她叫杨丽娟, 是个外地务工妹, 家里人重男轻女, 早早让她辍学打工。 这姑娘心高气傲, 一心想找个这儿的当地人结婚。 心高气傲的人, 最容易被摆布, 我对这个小三很期待。 郎友情切有意的两人一拍即合, 我就识相地在公司多家话班, 既能重新温习大学专业知识, 又给那两人疼了时间。 两人没让我等太久, 便有了最开头的那一幕。 杨丽娟仗着怀孕, 自然不肯再和林涛偷偷摸摸, 公婆虽然恼怒儿子干的是丢人, 却也舍不得自家孙子。 我低眉顺眼地问他们准备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现在他们最怕我抓着林涛出轨的是闹离婚。 果不其然, 婆婆嘴上说着只认我这个媳妇, 还要将杨丽娟的孩子给我抚养, 实际上是拿我不能生养说事, 让我安分些。 我自然听话地答应下来, 非但如此, 我更加殷勤地照顾家里大小事情, 邻居们对我赞赏有加。 越是如此, 林涛一家越是小心翼翼, 对外称杨丽娟是自家遗旨女, 就连产检都不嫌麻烦地跑去林县医院。 周围的人对我越满意, 杨丽娟就越难受, 而我要让她更难受。 家里多了个不速之客, 消息很快传到我爸妈耳朵里, 果然, 他们一听说我不能生育就立马沉默了。 我妈借故跑来我婆家, 她是想试探我婆婆口风。 因为一旦我不能生育的事传出去, 又被离婚, 这辈子就难再嫁了, 叶家丢不起这个人。 一向强势的她忍着杨丽娟的挑衅, 旁敲侧击的拿短视频上看到的外地媳妇杀害婆婆的事, 吓唬我婆婆。 这些老一辈的本地人, 向来对外地媳妇有偏见, 要不是杨丽娟怀孕, 公婆是万万不会接受她的。 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两人的较量, 婆婆脸上一闪而过得僵硬让我很满意, 我知道短视频大数据还会推送更多的相关内容给她, 让她心里的那根刺扎得越来越深。 渐渐地, 杨丽娟不再甘心以客人的身份待在这个家里, 她拉着林涛同进同出, 时常出言挖苦我, 惹得邻居议论纷纷。 公婆很不高兴说了她几句, 她也不再忍耐, 挺着大肚子对公婆遗旨气使, 经常为了琐事和林涛争吵, 其目的就是逼林涛和我离婚。 但她真的太不了解这个男人了, 她做了二十多年的乖宝, 没有她妈发话, 是绝对不敢自作主张的。 林涛被她搞得烦不胜烦, 当她抱着我说我好的时候, 我只觉得又恶心又可笑。 杨丽娟在怀孕足月后便天天做促产运动, 又是跑又是跳的, 做一些高危动作, 就是想快点把孩子生下来, 用孩子逼林涛一架。 可怜的孩子在她心里就是个工具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那我就帮他们一把。 我以散心为由让林涛出去和朋友聚餐, 然后打派出所电话举报有人调娼。 而杨丽娟在她自己不懈地折腾下摔了一跤, 提前发动了。 之后的事如我预料的, 林涛被抓, 公婆心疼自己儿子, 将即将生产的杨丽娟丢给了护工。 我的本意除了让他们一家颜面扫地, 也想让杨丽娟认清这家人的嘴脸, 可她虽然大骂公婆和林涛, 但仍想嫁入这个家, 所姓名着逼迫林涛离婚, 否则就借着儿子大吵大闹。 既然这样, 我也乐见其成。 我静静地看着她坐天坐地, 将林家搅弄得天翻地覆, 公婆一辈子爱惜羽毛, 到头来还是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最终,林涛受不了, 她提出和我假离婚, 等她儿子上了户口, 就踹了杨丽娟和我复合。 为了防止杨丽娟分走那笔拆迁款, 居然主动提出将钱转到我名下, 因为她还有个姐姐, 是绝对不会给姐姐分钱的机会的, 一家人的如意算盘打得霹里啪啦响。 我自然欣然答应, 因为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至于那恶心的一家人, 我拿出手机打开偷偷安装的监控设备。 视频里传来尖锐的吵闹声, 客厅被摔得一片狼藉, 林涛他妈气地跺脚, 冲上前想打杨丽娟, 却被杨丽娟一把推开, 脑袋磕到茶几上顿时流出血来。 伤了他妈, 林涛是不能忍的, 他抄起一个花瓶砸了过去, 杨丽娟捂着头摔倒在地。 此时那一家人就像嗜血的恶鬼一般, 袭向杨丽娟, 林涛的父母按住杨丽娟的双手, 任由林涛一拳拳砸向他。 虽然我报了警, 但杨丽娟还是被那家人打死了。 林涛被抓判刑, 可笑的是他居然指望我用拆迁款救他, 还幻想着初遇和我复婚, 多么可笑的男人, 我只能告诉他多行不易必自毙。 离婚后的我通体舒态, 顺便借故休假去了烫南州市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重新应聘我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室。 第二件事是用那笔拆迁款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至于我的父母, 既然他们不愿来城里, 那就永远不要再来。 从此,我将为自己而活。 之后的三年, 我都没再回过老家。 我在老师的工作室做助理, 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在这期间, 我爸妈给我打了很多次电话, 一开口都是在诉苦。 开始他们告诉我, 村里的邻居总拿林涛杀人的事 嘲讽他们看人眼光不行, 挑来挑去挑了个杀人犯女婿, 他们在老家抬不起头, 连门都不敢出。 东扯一句西扯一句, 我知道, 他们是想我能主动提出 接他们来城里住, 可我静静地听着就是不接话。 果然他们急了, 又开始说我不管他们, 是个自私自利的白眼狼。 我笑了, 一对自私自利的父母, 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善良孝顺的女儿呢? 他们生我养我, 我不会不管他们, 但也仅限于此。 他们一开始就做出了选择, 现在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我是绝不会接他们来城里, 再来干涉我的生活的。 然后, 他们又找来家里的大姨、 小舅、 大伯、 姑妈, 给我施压, 一次两次三次, 那些亲戚见我不为所动, 也不自讨没趣了。 毕竟他们的子女都大了, 有的要结婚, 有的要找工作,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能管得了别家多少闲事。 再说, 有个在大城市安家的侄女, 他们的孩子也能多条出路。 就连最看不惯我的大姨, 在我给她女儿介绍了个有钱男朋友后, 也立马改了口风。 女孩子就要在外面多见见世面, 才不会被男人骗。 你爸妈就是没见过世面, 才会相中那个林涛, 你就安心在城里工作。 你妈那儿我会去说, 看, 所有人都自私自利, 偏偏要求别人要善良, 什么逻辑。 至于我前夫那一家, 林涛故意杀人, 负主要刑事责任, 被宣判死刑。 他父母是帮凶, 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林家所有的财产, 被变卖赔偿给了杨丽娟的家人。 听说杨丽娟的妈妈拿到赔偿后, 当天下午就给儿子订下一套房。 而林涛的姐姐因恼怒父母弟弟做下的丑事, 害她丢人, 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 最可怜的是那个孩子, 杨丽娟的家人不肯抚养她, 最后只能被送去福利院。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从林家变成了别的人家, 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地聊着别人的八卦, 却又害怕自家成为别人口中的八卦。 还好, 我还有机会远离那里重新开始。 故事二 林薇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她身上带着很浓重的酒味, 我接过她的外套, 在外套上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 但我并没有多想, 林薇是公司的业务主管, 有应酬很正常。 我一手抱着外套, 一手扶着她坐倒, 沙发上, 然后去卫生间将衣服放进脏衣篮, 去厨房端了醒酒汤, 放在她面前。 林薇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抬头看着我, 然后迷迷糊糊地叫了句炎炎。 我有些惊讶, 我叫欢炎, 小明是叫炎炎, 但林薇从来都没有这么叫过我。 我忽然心底变得很柔软, 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喝了快去睡吧, 我说,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她去洗澡的时候,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本来想拿进去给她, 但看到是个陌生号码, 想着这, 那晚了或许是骚扰电话, 于是就挂了, 很快就来了条短信, 你喝了不少吧, 回去了好好休息哦, 谢谢你帮我挡酒。 我看着这个文字有点奇怪, 林薇的交际圈很固定, 这个陌生号码号码发来的消息透着一种书, 稀合轻易, 但感觉并不像林薇身边的那几个朋友, 会是谁呢? 我突然听到浴室门响的声音, 就顺手放下了手机, 走过去扶着林薇躺下, 第二天, 听到我问, 林薇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一个校友, 她解释道, 号码忘了存, 是吗? 我顺口道, 男的女的? 男的, 林薇说, 是个男同学, 我呕了一声, 虽然奇怪, 为什么一个男同学还会发带波浪号的消息, 但很快就被我抛之脑后, 今天我约了医院, 我和林薇结婚三年都没有小孩。 林薇的妈明示暗示了很多次, 林薇说自己, 检查过了没问题, 可能是我这边有问题, 我得去看看。 医院又是抽血, 又是臂超, 给我折腾了一早上。 下午结果才能出来, 我只好给林薇打电话, 想, 让她过来陪我吃饭。 但是林薇没有接电话, 过了半晌, 发信息给我, 说她正在开会。 我只好自己去买汉堡, 汉堡店旁边是个咖啡厅, 隔着玻璃, 我看到一对男女正在吃饭, 那个背, 瘾很像是林薇。 我盯着两人, 那男的起身给那女的拿包, 正好对着我这边露出了全脸, 居然真的是林薇。 她不是在开会吗? 我的汉堡好了, 我只好接过汉堡, 转头还想再看, 他们已经消失了。 我胃口全无, 直接回了医院。 检查结果还要等几天, 护士告诉我, 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号, 结果出来了, 可以手机上查。 哦, 好的, 我扫了马, 关注了。 林薇这几个月开始频繁出差, 要不就是加班到很晚。 她说公司给她新加了业务。 这天我出门采购, 正好碰到林薇喜欢吃的那家糕点开门, 我就买了些打算给她送到公司去。 去了公司, 一听我要找林薇, 前台的小姑娘露出惊讶的表情。 林经理, 她说, 她这两天请假的呀。 我愣了一下, 请假? 她今早明明说, 晚上回来得晚一些, 需要加班。 我突然想起那天在咖啡店看到的一幕。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她的出差和那个一起吃饭的女人 脱不开关系。 姐姐, 那小姑娘突然叫住我, 昨天是您的生日吧? 林经理买了好大衣术玫瑰花呀。 什么? 您还不好意思了呢? 那小姑娘很善解人意地笑了笑, 虽然有点晚, 还是祝您生日快乐。 哦, 我看着她, 确定她没有开玩笑。 玫瑰花, 加班。 一个荒谬的念头在我脑中生起, 但我还不太确定。 我平静地对那个小姑娘点点头, 嗯, 谢谢你对了, 可以加你微信吗? 那小姑娘拿出手机, 爽快地和我互加了微信。 林薇果然回来得很晚, 我照例给她煲了汤, 但和平时不一样的事, 我加了半片药。 这是前段, 时间因为睡眠不好, 医生开给我的, 只开了七片。 林薇身上带着很浓重的香水味, 看到我拿着外套绣了绣, 她脸上滑过一丝不自然。 今天见的客户是个女领导, 身上喷的香水比较浓, 她解释道, 然后就沾了些。 我笑了笑, 能沾这么多, 那女领导怕不是扑在你怀里了吧? 没关系, 我温和地说, 明天我帮你运, 你裤子要不要一起运? 她刚要答应, 突然想到了什么, 摇了摇头。 不用了, 她说, 裤子干净的。 我眯了眯眼睛, 她的衣服一向是全套运整的, 不让运裤子, 那只能说明裤子里面有不想让我看到的东西。 我笑得更温和了, 是吗? 那好吧, 我说, 快去喝汤吧, 我专门熬的, 一定要喝完哦。 我看着她喝了汤, 然后就催着她去睡觉。 我怀疑的事情, 当时就要求证。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个药对于她这种睡眠本来就很好的人来说, 简直有奇效, 林薇几乎可以说睡得人是不行。 我从脏衣楼拿出她的裤子, 然后从兜里摸了两个手机。 一个我很眼熟, 就是她平时来用的, 还有一个手机我没有见过, 看上去像是新买的。 我按亮了手机, 屏幕上林薇和另一个女人亲密一微的照片, 猝不及防地映入我的眼睛。 这是设定的平保。 自己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我看着照片发呆, 想着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突然手机震。 动了一下, 一条微信进来了。 亲爱的, 你到家了吗? 她没发现吧? 林薇对这个手机可能真的太信任了, 居然都没有设定密码。 我定了定神, 拿着手机去了卫生间。 坐在浴缸旁边, 我打开那条微信, 对方的名字就两个字炎炎。 我突然想起那天她喝醉酒, 拉着我模模糊糊叫出口的那句炎炎, 突然有些好笑。 我太自作多情了。 我慢慢地翻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最上面第一条的时间是三个月前, 林薇参加同学会的那一晚。 所以这个人就是她那个所谓的男同学或者女领导。 我拿出我的手机, 把这些聊天记录都拍了下来。 我还特地看了看, 林薇这个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里面, 只有一个联系人, 就是这个叫炎炎的。 人。 我是个家庭妇女, 但我并不是法王, 就现在来说, 保留证据是最重要的。 拍完照片, 我慢慢地走出去, 把手机放了回去。 临出门的时候, 林薇突然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记得你那里是有张存折的吧? 她说, 我这两天有点急用, 先拿给我。 李燕每个月都会将工资的一半交给我当生活费, 而我会存一部分去银行, 当作以后小孩的教, 预基金。 李燕那时候说, 如果有孩子了, 他会好好挣钱养他, 给我的钱让我自己花掉, 话虽如此, 我还是会去存。 我看着他, 林薇有些慌乱地眨了眨眼, 还是给了我一个微笑。 怎么了? 言欢? 这么看着? 我? 没事, 我说, 我下午给你转过去吧, 存折我换成银行卡了。 啊, 那你把卡给我吧, 林薇说, 我直接去方便点。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 好啊, 我说, 我去给你找找吧。 说着, 我就进了卧室, 开始翻箱倒柜地磨蹭。 昨晚, 我给那个小姑娘发微信, 说我第二天中午, 要给他们林经理送午饭, 方不方便。 那小姑娘, 告诉我, 今天林薇要陪他们老总谈生意, 可能来不及。 我不经意地问几点道, 来不来得及让他。 送我去买东西, 小姑娘说约了十点, 早上得早点到, 而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果然, 在我翻腾了十分钟无果后, 他终于忍不住了。 好了, 他说, 找到了你, 就下午转给我吧, 丢三落四,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随便放。 我低头应了个事, 其实那张卡就在我的手边, 但是如果不通过银行转账, 我怎么留证据? 卡里面还有三十万, 我算了下金额, 全部转了过去。 过了一会, 林薇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婆, 收到了, 她说, 幸好你平时攒钱了。 嗯, 我说, 你回头了还是要还我。 林薇似乎愣了一下, 老, 咱们俩怎么还有啥还不还的呢? 她说, 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呀。 对, 我说, 这不是留着以后有宝宝了用吗? 她诡异地没了声音。 我想, 看来十有八九, 在外面把孩子也弄出来了。 老婆, 我还有点忙, 挂了呀。 林薇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自己在外面逛了一下午, 快到晚饭的时候, 林薇打来了电, 说她今晚公司团建, 去得挺远, 就不回来了。 我答应了, 转头就发微信给那个小姑娘。 亲, 今晚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公司团建啊? 那小姑娘很快就回过来, 没有呀。 既然是撒谎, 那就说明她的确有别的约。 我冷笑了一声, 接着发消息, 林经理说晚上要和我出去, 是不是有什么惊喜啊? 哎呀, 那小姑娘恍然大悟道, 怪不得呢, 林经理问我哪里适合吃烛光晚餐哦, 看来是想, 给姐姐你一个惊喜呢? 惊喜? 是吗? 我回到, 那是哪个呀? 姐姐你不要惊喜吗? 当然要啊。 这不是怕赶不上, 所以问问是那个, 我在她附近做个美容, 美美地赴约啊。 那小姑娘不宜有她, 爽快地给了我地址。 我一看, 优吼, 还真舍得下血本, 五星级的饭店, 还带吃住一体的。 下午六点, 我准时出现在这家酒店门口, 为了避免被赶出去的风险, 我选择用林薇的卡定了。 一个双人晚餐, 如果能碰到, 就算林薇倒霉, 碰不到, 我就当犒劳自己了。 现实证明, 林薇的确不算幸运。 我戴着口罩走了进去, 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包厢里正在畅谈。 的两个人, 一个是林薇, 另一个女的, 应该就是另一个手机的唯一联系人。 我冷笑了一声, 你好, 我对前台低声说, 是这样的, 那位女士是我朋友, 今天相亲, 我替她把把关, 但, 不能让那位男士发现我, 你能帮我一个忙, 把我安排在他们后面那个位置吗? 前台小姐了然地点点头, 五星级就是五星级, 她非常体贴地让服务员先放下我那个隔间的帘子, 确保那两个人都看不, 见我, 这才带我过去。 他们俩的说话声非常清晰地传了过来, 听说你家是那片别墅区, 是不是? 是, 林薇笑咪咪地说, 风景很漂亮。 后面是一片树林, 还有湖, 林薇最得意的就是我们的房子, 地理位置好, 几乎就是她出去必吹的东西。 阿薇, 那女的开口, 什么时候去你家呀? 这么久了都没去过你家呢? 林薇愣了一下, 去我家, 我慢条思理地喝了口红酒。 我是个家庭妇女, 几乎全年都在家, 我倒要看看林薇怎么把我支出去。 我, 那个我老婆一直在家的, 她说, 炎炎, 我们每次都在这家酒店不好吗? 这里环境, 多好啊, 人家在给你省钱呀, 那女的称怪地说, 现在这么花, 以后不给我们的孩子留着, 就你金, 天给的三十万哪里够啊? 林薇沉默了一下, 再说了, 那女的说, 以后那就是我们俩的家了, 我提前看看, 难道不行吗? 她撒娇的确是一把好手, 这嗓子我听着都酥了, 我想想办法, 她最后承诺道, 我切下一块牛排, 然后关掉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剩下的就是她俩调情的话, 我还要吃饭, 听不下去。 林薇第三天回了家, 我没理她, 但她压根没发现我态度的冷淡, 她明显有些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在我身后一直转悠, 我说, 老公啊, 我突然开口, 我看最近那个周边旅游还挺火的, 我想出去旅游, 什么? 林薇看着我, 似乎不敢相信 这种瞌睡遇上枕头的好事 就这么落下来了, 我支持你, 她惊喜的表情藏也藏不住, 去玩几天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 林薇愣了一下, 连忙说, 我最近很忙的, 你知道, 你自己出去吧。 可不是, 我喜欢旅行, 最近一次都是三年前的蜜月旅行, 后面林薇一直说自己很忙, 再也没, 有带我出去过, 太贵了, 我装作很犹豫的样子, 再说我走了, 谁来照顾你呢? 林薇见我态度松动, 连忙说, 没事言欢, 你去玩吧, 钱你不要担心, 我转给你。 我笑了一下, 那好的, 我说, 那就过两天去玩, 具体哪天呢? 林薇急不可耐地问, 我看了他一眼, 他似乎也觉得有些太着急, 掩湿地咳嗽了一声, 说, 那个, 我的意思是, 到时候, 我送你, 后天吧, 我轻声道, 后天去玩。 林薇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将我早早地送到我说的集合地点, 我告诉他, 这次的旅行要四天, 等他离开后, 我在这家集合地的民宿订了一周的房子, 在房子里舒坦地睡了两天, 第三天的时候, 我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我先打了电话给林薇的妈, 他们两个都已经退休了, 现在就等着抱孙子, 聊了几句家常, 我就切入正题, 妈, 有件事我想找你们帮忙, 怎么了, 言欢, 最近林薇太累了, 我说, 爸妈, 我想着给她个惊喜, 你们明天能来家里一趟吗? 明天是,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我实在是太贴心了, 林薇的爸妈愉快地答应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林薇公司的前台小姑娘, 姐姐, 那小姑娘说, 这两天林经理回家好及时哦, 有时候都会偷偷先跑掉, 是不是去陪? 你啦, 我咽下一口骂人的脏话, 是的呀, 我说, 是这样的, 和你认识这么久了, 觉得和妹妹你很投缘, 明晚是我们的, 结婚纪念日, 想邀请你来参加呢, 真的吗, 姐姐? 那小姑娘高高兴兴地回道, 恭喜你们呀, 然后那边似乎传来几个小姑娘妾, 切丝语的声音, 这个小姑娘接着问, 姐姐, 那我可以带几个同事一起吗? 大家都好羡慕你, 和林经理的感情哦, 都想来看看呢, 好呀, 我求之不得呢, 连忙说, 欢迎大家都来, 但有一点, 一定要保密哦, 特别是不要, 让你们林经理知道呢, 是到了, 你要给她一个惊喜吗? 小姑娘很了解地说, 绝对保密, 然后我又邀请了林薇和我的大学同学, 为了不让林薇知道, 我请他们一定要保密, 一起回去, 给林薇一个惊喜, 最后, 我拨通了一家跟拍摄影工作室的联系电话, 是这样的, 我说, 我想预约一个明天的跟拍服务, 是的, 明天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纪念, 日, 对, 我要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 拍摄技术很好的那种, 对, 要拍整个过程, 重点是开门, 以后的, 主要有特写, 一切安排就绪, 我给林薇打了电话, 告诉她我在聚事要多晚两天, 回来了会告诉她, 林薇几乎喜出望外地答应了, 第二天, 我从民宿出发, 在车站接了林薇的父母, 亲亲热热地寒暄了一会, 随口告诉他们为了给林薇, 一个惊喜, 我请了林薇的同学和朋友, 还找了摄影团队, 最后热热闹闹地给大家拍照, 林薇这个人其实比较虚荣,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遗传了她的父母, 她父母非常喜欢被关注, 被重视的感觉, 所以在听到我请了这么多人, 特别是还有摄影团队以后, 更是喜烛颜开, 言欢还是想得周到, 林薇他妈拉着我的手, 林薇打拼了这么多年, 一直低调, 这次趁着, 你们的纪念日, 是得好好庆祝一下, 是啊, 我说, 我还订了蛋糕呢, 过会我们顺路就过去拿, 拿蛋糕的时候, 我专门打了电话给那个小姑娘, 他们已经马上到我们家了, 同时摄影师也给, 我发来了消息, 说已经等在我们别墅区的门口, 我们这几拨人在别墅区门口相遇, 那小姑娘带了不少人, 保守估计得有五六个, 我大概看了看, 几乎都见过, 应该是林薇的童, 是, 大家抱着鲜花, 还有的抱着红酒, 姐姐, 那小姑娘开心地对我挥了挥手, 我也笑着打了招呼, 然后给那小姑娘介绍了林薇的父母, 那小姑娘嘴很甜, 和那几个同事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起林薇来, 林经理年轻有为, 对姐姐可好了, 是啊是啊, 没有哪个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被肯定, 林薇的父母脸上都笑出了一朵花, 我知道他们非常, 享受这个过程, 于是大家其乐融融地往家走, 我专门叮嘱了摄影师, 从进门的那一刻, 一定要全面地拍摄, 我要看到我老公脸上惊喜的表情, 我笑着说, 看到这么多人来庆祝我们的纪念日, 他肯, 定非常高兴, 门厅并排放着一双皮鞋和一双高跟鞋, 嗯, 不是我的尺寸, 我冷笑了一声, 走吧, 我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 今天周末, 林薇可能还睡着呢, 大家好浩荡荡地跟着我上了二楼, 到了卧室门口, 大家看着卧室门口扔着的那双丝袜, 愣住, 了, 我笑了笑, 确保摄影师已经兢兢业业地将镜头对准了卧室门, 然后一脚踹开了门, 我真的要感谢卧室的门是真的非常隔音, 林薇压根就没听见我们的声音, 这让他和那个女人藏都来不及藏起来, 林薇和那女的正坐在床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林薇直接愣在当场, 然后他身边那个女的一声尖叫, 我只看到那女的闪了一下, 然后飞快地藏到被子里, 林薇的父母差点晕了过去, 林薇的几个同事和同学面面相去, 这段时间的隐忍, 屈辱, 还有对林薇的失望, 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上前一步, 捏住, 林薇的胳膊对着她的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上去, 她的一声脆响, 所有人都安静了, 林薇, 你你这是在干什么? 林薇的母亲颤抖着嗓音问道, 林薇的父亲已经夺过身边小姑娘手里的玫瑰, 冲上去没头没脑地对林薇砸了起来,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混乱, 视线扫到那张凌乱的床上, 真讽刺啊, 那床头还挂着我和林薇的结婚照, 林薇的母亲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把鸡毛胆子, 也冲了上去打了起来, 林薇的同学和那几个小姑娘脸色尴尬, 不知道要不要上去劝嫁, 那小姑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眼圈红了, 那小姑娘突然伸手抱住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姐姐, 她说, 你别难过, 这时, 眼见着林母要冲上去打那个躲在被子里的女的, 林薇连忙上前挡住, 妈, 林薇一边狼狈地躲避着鸡毛胆子, 一边喊道, 炎炎她怀孕了, 房子瞬间鸦雀无声, 啪哒一声, 林母手里的鸡毛胆子落在了地上, 林薇搬了出去, 摄影师将那天的视频发给我, 我检查了一下, 确认她将整个过程都拍得很完整, 然后将摄影, 师的尾款皆清楚, 不到一个月时间, 林薇出轨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公司, 那小姑娘一直和我有联系, 她很单纯, 林薇在她心里顾家爱妻的形象一招崩塌, 她非常为我, 鸣不平, 我这时候才知道, 这小姑娘的爸爸居然是林薇的顶头上司, 姐姐, 我爸爸说了, 这种作风有问题的员工坚决不能提拔, 那小姑娘说, 对家庭不忠贞, 的人, 工作上能有什么建树? 林薇本来很有希望竞聘主管, 现在因为这件事, 竞聘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林薇的几个同学都是看着我和林薇从校园走到婚姻的, 对林薇非常失望,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 已经删掉了林薇, 以后也没必要见面, 但如果我有需要, 他们可以帮我, 比如找工作, 我笑了笑, 说再说吧, 过了几天, 林薇的父母联系上了我, 要和我谈一谈, 好啊, 我在电话里慢慢地说, 那你们来家里吧, 我们谈, 林薇和他父母一起上的门, 欢言啊, 你一直是个好孩子, 是我家林薇对不起你, 林薇的妈拉着我的手, 慢慢地说, 可, 是你看, 那个林炎炎也怀孕了, 大人再有什么错, 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瞬间就明白了, 所以, 你们的意思是, 林薇和我离婚, 然后娶那个女的, 我说, 你们觉得林薇出轨, 对, 我没什么伤害, 是吗? 林薇的妈神色僵硬了一下, 还是扯出一个笑, 欢言,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懂事, 我觉得有些可笑, 结婚三年, 我孝顺公婆, 伺候老公, 结果老公出轨, 我只换来了一句懂, 是, 你提要求吧, 林薇的妈说, 你怎么样能同意, 那好, 我干脆利落地说, 我要林薇净身出户, 她不是追求爱情吗? 人不是我的, 房子盒, 存款我要的, 林薇的妈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林薇的爸也皱起眉头, 看了我一眼, 欢言, 你在说什么? 她说, 这房子是林薇买的, 何况你没有工作, 这几年花的不都是林, 薇的钱, 存款那也是林薇把钱给你了你才存的, 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话不能这么说, 我说, 我在家当家庭主妇, 好吃好喝地伺候她, 请个保姆, 也得给工资的。 爸, 那我这几年算什么? 那你当家庭主妇, 也不是林薇拿着刀逼你当的呀, 是你自愿的, 成年人了, 人要为自己的选, 则负责的呀。 林薇的妈连忙说, 我气得头晕, 以前怎么就不知道林薇她妈这么能说? 而且, 欢言, 你也看到了, 林延延可是怀孕了呀, 她又软了语气, 说, 你没生过不知道, 养孩子很需要成本的, 你把房子存款要走, 这孩子怎么办? 我冷笑了一声, 她出轨在先, 这会反倒成了我的不是, 我说, 房子不给是吧? 行, 那我就不离婚, 不是, 找到真爱了吗? 那这孩子, 我看着你们生, 只要有一天我不签字, 这孩子生下来就是非婚生子, 有本事就去上户口。 林薇的妈没想到, 一向柔弱的我, 居然会说这样的话, 有些措手不及。 林薇一直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这会听到这里, 说, 言欢,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懂事的, 我就是太懂事, 所以才让你钻了空子, 我冷笑, 今天看来是谈崩了, 你们尽管脱, 不是, 怀孕了吗? 我看你那真爱的肚子能脱多久。 林薇一家, 面色难看地坐在那里, 最后还是请了律师, 因为林薇并不想放弃这座房子。 停前调解阶段, 我的律师告诉我, 因为我这边保存了所有证据, 视频通话录音都有, 足以证。 明林薇是婚内出轨, 属于过错方, 所以我基本是稳了。 林薇的律师也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和我们商量, 能不能给林薇留点东西, 比如他从我这里转走的三十万, 我拒绝了。 我和林薇校园相识, 她也曾对我真心爱护过。 我们结婚交换誓言的那一刻, 谁都没有想过我, 还有为了分开而会有对部公堂的这一天。 我不是什么圣母, 当她背叛我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没什么情分可以再谈。 最后在律师的协调下, 林薇给我签了协议, 一年之内会将三十万还我, 同时将房子过户到我。 的名下, 这样就不打官司了。 因为林薇现在声名狼藉, 怎么在公司继续待下去, 已经耗费了她大部分的。 经历, 已经分身乏术, 无法在与我的离婚官司上耗费精力。 走出法院的时候, 我觉得很轻松, 但心里却还是有一丝空荡荡。 那个女的站在院子里等着林薇, 算日子她应该已经有四个月了, 现在不太能看出肚子。 我的手机叮了一声, 是短信。 我看了一眼, 居然是我医院的检查单。 这段时间比较忙, 事情又乱, 我根本都忘了查。 那个护士小姐就给我发了过来。 我打开看了看, 根据这些数据, 我的指标没问题, 身体也没问题。 言欢, 林薇叫住我, 你太狠了。 她说, 我笑了笑, 看了眼面色难看的林薇, 不想和她争辩什么。 对于她, 我无话可说。 我专门看了看, 依偎在她身边那个直高气昂的什么炎炎。 视线落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怎么样? 她挑衅地看着我, 活该你们要离婚, 林薇的第一个孩子是我生的。 嗯, 我懒得理她,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 再也不见。 休养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重新找了工作。 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是在那个小姑娘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一位骨科大夫, 人很诙谐。 幽默, 两个月后, 她变成了我现在的丈夫, 叫李静。 结婚的第二个月, 我就怀孕了。 我早就知道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 至于为什么和林薇没有孩子, 想必是天注定我和她没有神。 没缘分。 这天我去医院做常规产检, 拿着单子出来了, 却刚好遇见有人在产房外和护士吵架, 本来我。 也不凑这个热闹, 但是那个声音却很熟悉。 我以为我听错了, 于是转头去看, 结果真的是林薇。 看来是她妻子生了。 那护士拿着一叠单子, 正在和林薇争论着什么。 你说我儿子是什么血型? 林薇的神色突然有些可怕。 O型啊, 那护士笑咪咪地说, 万能血型呢。 我太太是一笔行血。 林薇怒吼道, 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是O型血?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那护士也被她吓了一跳, 一听自己的专业收到质疑, 忍不住对道, 先生您讲话要实际的呀。 于B型血怎么不可能生出O型血的宝宝呢? 嗯, 我记得很清楚, 林薇是个行血。 我们这个可是正规医院, 燕血也是单人单管, 今早就只有您一家的小孩出生, 怎么会搞错? 那护士见林薇失魂落魄, 于是好心道, 您可以上网查一下。 林薇面色铁青, 往后退了几步,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说完, 她猛地往墙上砸了一拳, 护士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正好护士站有人叫, 于是转身就走了。 我拿着自己的缠简单, 想起那天什么炎炎止高气昂的表情, 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林薇不是没有常识, 她是太明白了。 如果这位炎炎是AB型血的话, 是绝不可能和行血的林薇 生出一个O行血的孩子。 我装好单子, 准备离开。 一转头, 可真巧, 刚好遇上林薇的妈。 她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补品, 正往病房走。 一看到我, 愣了一下, 欢眼, 我点了点头。 你是来她神色一变, 戒备地看着我, 你不是来闹我家儿媳妇的吧? 我笑了一下, 扬了羊手里的检查单。 不是, 我说, 产检。 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了看我的肚子。 你怀孕了? 她说, 是啊,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四个多月了。 你不是不能怀孕吗? 我愣了一下, 谁说我? 随后立马就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了。 怪不得当年林薇的爸妈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 不是眼, 原来症结在这里呢? 谁说我不行? 我冷笑了一声, 这么看来, 当年, 有问题的可不是我呀。 林薇的妈神色一僵, 气呼呼地说, 我家林薇可没毛病, 我大孙子可刚刚生下来呢。 我温柔地对她笑了笑, 那就恭喜您了, 您开心就好。 林薇的妈瞪了我一眼, 提灼手里的汤汤水水, 昂首阔步地就往病房走。 刚好和红着眼镜从医生。 办公室出来的林薇撞了个正着, 我本来想走, 却忍不住想看看热闹。 林薇她妈没看到林薇脸上的表情, 笑呵呵地拉住林薇, 声音故意放得很大。 我孙子她怎么? 样样。 林薇脸上青红交加, 嘴巴动了动, 没说话。 问你呢? 林薇的妈说着就抬高了手里的保温筒, 你看。 我给我们家儿媳妇还包了鸡汤。 话音未落, 林薇将那桶夺过来, 狠狠地砸到地上。 啊! 林薇的妈吓了一跳, 气地扑上去, 拍了林薇两巴掌。 你干什么? 疯了吗? 林薇突然脱力地坐在地上, 也不管满地的鸡汤, 抱住头就不说话了。 我还记得林薇的妈说过, 人呢, 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怎么了? 是李静, 她知道我今天检查, 忙完就跑过来了。 没事, 我笑着挽住她的手臂, 看见一个熟人, 发现认错了。 在我生下女儿的第三个月, 那个小姑娘来看我。 姐姐, 你知道吗? 林经理和那个小三离婚了。 哦, 我心里隐隐猜到了原因, 还是问道, 为什么? 谁知道呢? 小姑娘撇撇嘴, 闹得可难看了, 那女的又喊又叫的, 整个公司都跑出去看。 你不知道林经理那个脸。 不过姐姐, 我想问问你, 小姑娘低声说, 林经理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呀? 为什么这么问? 我说, 他们离婚了, 林经理不要小孩, 特别坚决。 小姑娘说, 听说本来两个人在征房子呢。 然后, 林经理说, 孩子让那小三带走, 房子就给他, 不然就拉道。 我笑了笑, 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而是像他那么虚荣的人, 怎么可能容忍自己 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也许吧, 我说, 过两年遇到合适的, 或许就想要了呢。 不过现在与我无关了。 我低下头, 我怀里的女儿 对我甜甜地笑了起来。 好嘞啊, 我怀里的人们 DON'T